今天是農曆的重陽節 而一早在高雄傳出了噩耗 有一名92歲的婦人 清晨5點多 要去幫家人買祭祖拜拜的物品 卻在過馬路的時候 被轎車撞到 婦人當場死亡 而肇事駕駛 目前是肇事堂役 被警方追棄當中 汽車後置燈紅燈變綠燈 婦人該停等紅燈 卻違規往前走 還沒過完馬路 就被一部銀色轎車給撞到 這台是他的嗎 他人跑的嗎 我看到人往哪邊走嗎 直接跑 車位現場照射銀色轎車 擋風玻璃成蜘蛛網狀 車頭凹陷大燈碎裂 車載但駕駛照逃 家屬聽聞噩耗趕來 難以置信 家屬下跪痛哭 因為92歲的媽媽 清晨5點多 要去菜市場的途中遭撞 當場死亡 開車駕駛卻逃逸 為武女剛要起步行走時 號制燈號即轉變為紅燈 此時武女能繼續穿越而遭一步 中華山路北向南行駛自小客車撞擊 造成武女不幸死亡 造勢自小客車駕駛 造勢後汽車逃逸 北門局已立即以車追人 為了既祖父仁天還沒亮就出門 沒想到卻遇到了死亡車禍 還是重陽節這天令家屬更加悲痛 記者楊周明 許成文 高雄報導